OK 那我們現在離開原型的聖殿 然後我們走到旁邊 我剛才好像有看到一些蠻酷的東西 我們現在走過去看 哇 好大隻的蟻蟻 而且它完全不怕人 才怪 它跑走了 在這個地方呢 很常看到像這種蟑螂的蟻蟻 那這些蟻蟻呢 在古代的瑪雅呢 是可以被拿來做食物的 我們曾經在一些瑪雅椅子裡面發現 就是這些瑪雅人其實都會吃蟻蟻 那蟻蟻對他們來說是一個 蠻重要的肉食的來源 它不見了 我們水處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蟻蟻 那 喔 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裡面呢 有一些這個雕刻還被保留下來 那這個雕刻呢其實蠻有趣的 它是一隻鳥 正中間它是可能是一隻蛇 然後之後旁邊有兩隻鳥 這樣子簇雍著這條蛇 那或許它就 因為旁邊可能腐蝕掉 它可能是一排一排一排連結過去的 那這一排一排連結過去的東西呢 可能都是相同的東西重複著 那這個蛇跟鳥呢 有可能就是蛇鳥之神 那蛇鳥之神呢就是羽蛇神 好 那羽蛇神這邊特別要跟大家聊聊的是 羽蛇神其實是 後來瑪雅才出現的一種信仰 所以其實古代的瑪雅人並不相信羽蛇神 反而是後面像瑪雅、羽蛇神 受到了墨西哥中部的影響之後呢 他們才開始信仰羽蛇神 那這裡就是這個羽蛇神的一個雕刻 就是羽毛與蛇組合而成的一個神 那接下來再過來我們看到這個是一個chark 這個是一個很完整的chark chark是什麼呢?chark就是羽繩 那它最重要的特徵就是這個 它彎彎的這個鼻子 然後下面你可以看到是它的牙齒 這邊是眼睛 然後這邊有羽繩的雕刻 這邊有一個很類似的雕刻 所以或許它是鳥或魚 不一定 還可以再研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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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地方呢 是 這個就是整個羽神chark的正面 羽神chark的正面 通常 摺角的地方也會有 我們往另外一個地方去 這個是正中央 然後它就面對正中央 它就蓋了一個房間 或許以前也是跟剛剛我們看到的那個一樣 它有一個人在裡面 然後它可以 它可以在這裡面祭祀 然後有一些神像 那上面就是圓形建築 再過來旁邊這邊 就是一樣是一個羽神chark的雕刻 還蠻完整的 還蠻完整的 側面的地方也是一樣裝飾的一個魚神 那其實它的方向是 這個地方是邊 然後走過來之後再摺角 到了這個地方 只是 這地方的雕刻已經腐蝕了 只剩下這一面 的雕刻比較完整 那我們一樣可以看到羽神的耳朵 然後它的耳環 然後之後這樣子 一個折角要過來 哇 好高的神廟 不會叫我再拍一次 來看一下 這個 這裡呢 有一個 這個 浮雕 有一個壁畫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 哇 它是一個 牆面 然後呢 它可能上面塗的石灰 石灰本身呢 在石灰上面 它就畫上了壁畫 那這些壁畫呢 非常的有趣 有一些已經行駛很嚴重了 其實我們在 瑪雅世界裡面 或者是瑪雅遺址裡面 其實很難看到壁畫 因為瑪雅的這個 呃 氣候比較潮濕 所以壁畫這些東西呢 就很容易被行駛掉 那這個就是 很少數很少數還可以保留下來的瑪雅壁畫 可能一方面也是因為 瑪雅潘椅子本身就是一個 比較 老的椅子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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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